使用第三方軟體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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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台的主鏡頭是可以拍攝RAW檔的 最低的ISO可以射到27 這台相機的主鏡頭 這台手機如果你使用像是Open Camera 第三方的相機軟體 你的主鏡頭是可以直接拍攝RAW檔 DNG檔案 你可以讓你的後置空間變得更寬廣 你可以拉的程度更多 那你的主鏡頭的相機 在這裡面的尺寸是4080x3060 4比3的尺寸是1200多萬畫素 那我們的ISO 那我們的ISO可以最低到27 那我們的ISO數值可以最低到27 所以你在拍攝一些像是長時間曝光 你快門想要稍微慢一點的時候 那這個情況就很好用 最低快門 那我們到主鏡頭的 主鏡頭的ISO最低可以到27 所以你有的時候可以晚上或是下午的時候 想要拍一下比較長時間曝光的話 那這個27的ISO真的是還蠻實用的 因為有些手機最低ISO就只有100甚至200之類的 你就比較困難拍攝長時間曝光的東西 但是除了主鏡頭以外的兩個鏡頭 就是廣角鏡頭跟自拍鏡頭 這個第三方軟體就是Samsung的相機不太開心 就是連拍都不給你拍 所以如果你要用自拍鏡頭或是廣角鏡頭 你還是乖乖的使用它的內建的相機軟體 那如果你要畫質比較好的主鏡頭的話 你可以下載第三方的相機軟體 你就可以有稍微多一點的控制 我按照片 所以在小心斟體 你可以軟體 只能然後把它按照 我按照片 可以嗎 我可以演出 有挺有一點的 那一個月 我可以用人來 如果拍攝影片的部分 拍攝影片的部分三顆鏡頭都可以用Open Camera開啟 錄製影片的話三顆鏡頭都可以使用Open Camera第三方軟體來錄製影片 但是其實差距沒有太大 如果你要正常的使用的話還是使用原廠的相機軟體就可以 除非你有特別需要去手動控制 像是調整你的ISO跟快門數值的時候再使用第三方軟體 因為內建的相機軟體其實拍出來就沒有什麼大問題 就是已經很漂亮了 你不需要再使用第三方軟體去增加一些擴充的功能 除非你有要使用手動的ISO跟快門 然後三顆鏡頭都一樣都是Full HD 1920x1080 用第三方軟體沒有讓它變得更厲害 就使用內建的相機 那三顆鏡頭錄影的尺寸都是Full HD 1920x1080 所以沒有什麼大大的進展使用第三方軟體也是一樣的 好 счастож 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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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аю OK,所以現在還是用這個 OK,所以現在是使用手機內建的自拍鏡頭來拍攝影片 然後我們使用手機內建的麥克風來收音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聽聽看 我們的影像品質跟聲音聽起來怎麼樣 這就是你平常在聊天、視訊收到的聲音 就聽起來像這樣 好啦 OK,那這隻 OK,那這隻Samsung的A23 5G手機差不多就這樣子 那我們遊戲的部分 因為我平常也不太玩遊戲 所以你如果要看遊戲的部分 你就去看看跑分啊 或者是GPU的分數 或者是其他的評測 測試分享的人 到底怎麼說 那我就沒有什麼公信力 那相機啊、攝影呢 我就可能稍微多講一點 反正這就是我們的A23的分享影片 大家喜歡這個影片的按讚 跟我們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開箱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 阿2